几天前,小姨妈妈像往常一样,用轮椅,把孩子推到病房走廊,让这个重型颅脑损伤植物状态长达九个月的十六岁女孩,能尝试坐一会儿。 刚一转身,小姨妈妈发现,轮椅好像比自己刚才踪手前离得远了些,再仔细一看,小姨正用自己的右手努力的转动着轮子,慢慢的向前滑行。 那一刻,曾经无比绝望的小姨妈妈潸然绿下,她大声喊道,孩子加油,加油啊! 病区的大伙纷纷跑到走廊,看到小姨的努力,都为着孩子几几般的复苏那海鼓掌。 小号鸟蓝行传句,飞来横祸让家人肝肠寸断,小姨老家在四川,父母一直在杭州这边打工,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几套家。 去年十月,小姨想趁着长叫来运航林平,和父母团聚几天,但途中却遇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。 剧烈的撞击,不仅让小姨全身多出骨折,脏器受损,脑部也受到严重损伤,总到时已经一时全无,抢救过程中也好几都差地救不过来。 经过全力抢救,小姨的命总算是保住了,但成了植物人,需要长期靠呼吸机来维持生命。 医生告诉小姨父母,孩子有脑死亡的迹象,恢复可能性十分渺茫,但他们不愿放弃。 听说高压瘾对孩子有帮助,即便要承担难贵的医药费,依旧选择去试一试。 可是,69天的高压瘾结束,小姨的病情依旧没有任何起色,偶然的机会听说杭州市与杭区第五人民有康复科,想着离家近点也方便照顾。 于是在2018年2月,小姨父母第一次带着小姨来到了五月,开始了慢慢康复路。 康复科的主任黄健之为小姨组织了第一次会诊,但她的病情实在太严重了,大家都没有十分的把握能让她苏醒过来。 孩子毕竟还小,任何一丝希望,家里都不能放弃。 王健之团队一别为她采用小脑电刺激术,针灸理疗的中心一结合,帮助患者大脑复苏,即便开展电动起立床,坐姿训练等康复被动训练。 让她的身体能习惯坐着或站着的状态,四肢关节保持活动,为她随时苏醒,做好身体的准备工作。 另一方面,不断加强她的肺功能,十分钟,二十分钟,一小时,小姨拖的氧气自主呼吸的能力在不断好转,可依旧没有苏醒的迹象。 女儿竟然自己会推论语了,妈妈顿时累奔了。 长期的康复,讲这个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,更是负债累累。 全家就看我老公一个人在外打工赚钱,孩子的全额医药费太难贵了,亲朋好友也都借得差不多了,还欠了一大笔钱。 老公之前已经说要不算了,但我不舍得,孩子还这么小,再难也要撑下去。 还好我没放弃,咱们抗妇科的医生护士也没放弃,为减轻小姨一家的经济负担,等抗妇团队不断调整方案。 尽量挑选最为笔押,经济的手段,更是直接减免了不少医疗费用。 虽然已经清下了一大笔医药费,但该有的一样也没少。 病区的医护只要有空,也都会去和小姨说说话,帮助她缩醒。 病区里要求安静,可小姨的病房人来人往。 医生护士也不劝阻,还鼓励他们多和小姨说话。 刺激她缩醒,大家就这样,努力期待着奇迹发生。 就在大约一周前,小姨妈妈还像往常一样,在床边和小姨说着话。 但这一次,小姨不再是呆呆的明晰一处没有反应了。 她竟然抬起手,使劲地扰挫着耳朵,直到妈妈不再说话才停下来。 像是在用行动告诉妈妈自己已经感受到有些吵了。 小姨妈妈赶紧喊来医生,医生看到小姨的反应也很高兴。 或许,奇迹真的有可能发生。 直到7月17日下午,小姨妈妈用轮理推着她开始做资讯面时,就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。 于航五院康复科主任王剑居告诉记者,重型颅脑损伤植物状态的患者,能九个月就成功脑复苏。 真的是十分罕见的,这是我们建院以来的第一例,也正因为因为小姨的坚强,家人的坚持,还有我们所有医护的不懈努力。 奇迹降临了,不过,医生也表示,小姨虽然已经脑复苏,但她的呼吸心肺功能仍旧需要加强康复。 后期还需要先后开展认知、平衡、四肢、语言等项目。 未来的康复镜价虽然未知,但依旧充满希望。